開 TIPS出現 公尊 鬍動老師 文瓦 這集我來到Wayles 威爾斯首都 格德 有別於英國國棋 Wayles也有自己國棋 它的旗上引了一隻紅色的龍 卡迪本身是威爾斯南部海岸的一個小鎮 在19世紀成為一個重要海港 以運送煤炭去各個主業的工業重鎮為主 1905年才被列作為城市 1955年才成為威爾斯首都 而這個城市亦出過兩套很有名的電視劇 分別是Dr.Who及BBC新世紀福爾沃斯的拍攝地點 在卡迪的市中心可以找到主要地標是卡迪 Castle 在市區有七座古典美麗的拱囊商店街 所以亦有拱囊商店街指導的封號 去開卡迪多數會去兩個地方 分別是卡迪的市中心和去卡迪 Bay 即是卡迪富灣 我們聽完這個介紹後 我們就看看我們今次的行程 今次我們將會開車去卡迪 由曼城出發大概需要三個多小時左右 我們將會在卡迪度過英國的第一個聖誕節 我們預約了卡迪的酒店住四天三夜 因為我們都要計算一些旅行時間 所以我們就預長一點時間 兩天留卡迪 然後有一天就會去旁邊的BBC新世紀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行程 大概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由曼城來到卡迪 我們終於拍好車了 然後現在到了酒店 我們一會就check in 進去酒店了 我們現在上到來了 那去找回我們的房間 606 我覺得這間酒店也算挺划算的 人均三百多元一晚 再包補充充電 環境也算是你去比較鄰近卡迪 Bay 還要是聖誕節這些價錢去預約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的 我們放下了行李之後 就去了附近還有開的餐廳找東西吃 吃回我們的聖誕大餐 那第一天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行程的 我們可以直接去第二天去看看我們第二天的行程 不過真的想說一句 在英國的餐廳真的不需要特別去點甜品 因為這些甜品真的很甜 回到酒店休息一下 那我們第二天再見 OMG 今天下雨了 唉 希望快點下雨吧 去旅行才來下雨 終於下雨了 就等到我們現在準備去拿車 然後開車去市中心吃點東西 說回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就會從Future Inn卡迪 Bay酒店出發 因為我們選酒店的時候 都想找一些免費泊車的酒店 所以就選了這間酒店 可能大家都會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留在卡迪兩天 因為現在是冬令時間 再加上聖誕節 比較多的店舖關門 所以我們先選擇留在卡迪兩天 希望可以在27日的一天 即是在聖誕節 可以店舖開回 可以吃到Welsh Care 我們今天的行程都很簡單 我們會從卡迪的酒店 開車去市中心 放下車 吃完東西之後 再拿回車開車去卡迪的城市 如果大家想一天遊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下車在市中心 走出去外面 在卡迪市場或是阿奇的地方 去逛逛市中心 之後再拿回車開車去卡迪的城市 我們這條影片 亦會跟這個行程去逛的 不過只不過因為是聖誕節正日 所以變成了很多 阿奇的市場都沒有開的 如果大家去參觀卡迪的城市 也可以去周邊的景點 例如一個小巨石鎮和一個生物壁 去完卡迪的城市之後 我們就會開車去卡迪的城市 在那邊我們會有挪威教堂 有威爾斯的議會大廈 還有威爾斯的千禧中心 還有碼頭大廈 我們當時開車過去 我們就直接導航去挪威教堂 在那邊附近也有一些標位 可以讓我們拍下車 然後可以用步行的形式 去逛逛剛剛所說的景點 相關的資訊我都會放在下面info box 等大家如果是自駕過來的話可以參考 說完我們的行程 就讓大家看看我們在卡迪 怎麼到過我們的聖誕節 這條街是小人島不得了 連車也不多 平時聖誕節是很熱鬧的 但這裡的聖誕節反而店舖全部關門 連超市也不開 我們現在也要去找點食物 看看還有沒有餐廳有開門 這是英國的聖誕節 我們現在在身處的地方 這間餐廳是South Wales的卡迪 這間餐廳是完全關門的 我們現在看看有沒有可能 我們會找到東西吃 如果沒有東西吃的話 我們回去吃麵包 我們終於找到東西吃了 我們吃了一間 Keebub & Wrap的餐廳 整條街只有兩間店舖有開 因為現在 好 先開餐廳 真的很餓 開餐廳 我們吃完東西 現在看著這個卡迪的方向走 等著去卡迪卡迪看一看 是完全沒有開門 連M記的那些都沒有開 還說吃M記 連M記都沒有開 是沒有開門 是沒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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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沿著聖馬里 是沒有人的 衝浪的歷史 已經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 這裡以前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購物區 現在已經成為了獨立的商店 或是一些咖啡店 酒吧 或是一些餐廳 我們車子就在這裡 拍到Saint David's的 David Sands 回到商場 我們拿回車後 我們就開車去卡迪卡蘇 卡迪卡蘇沒有停車場 所以我們也需要拍在附近的咪標位 我們拍下了車 大概六分鐘左右 在我們的右邊 就是這個Build Park 哇,很多松鼠在這裡 看到嗎? 一走過去,它會離開 在吃東西,它離開了 Bills Park旁邊已經是Cardip Castle 它也是位於Cardip的市中心 這個公園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它以前也不是對外開放 直到1947年才開始對外開放 我們可以在Bills Park旁邊找到一個Gausset Circle 又是Cardip的一個小巨石鎮 這個Gausset Circle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在1899年的時候已經去建造 這個石圈由24塊石頭組成 每一塊都代表在Wiles字幕表裏的不同字幕 原來平時Cardip他們有這個Gausset Ceremony 亦都會在這個石圈裡進行一些儀式 如果有新成員入會,頒發榮譽投降 以及一些詩歌和音樂的朗誦 亦都會在這個石圈裡進行 不過它到處都被圍住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這張圖會更加清楚 三點半就現在已經說三門了 我們已經要離開這個公園了 唉,真是早 天都還沒黑了,大哥 現在我們在Cardip Castle的外圍 Cardip Castle 位於Cardip的市中心 是一座中世紀的要塞 這座城堡應有2000年的豐富歷史 城堡的建築風格融入了羅馬、洛曼和哥德福、 興旦等不同的風格 這座城堡在Wiles的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它是幾次衝突和圍攻的地點 包括洛曼人入侵Wiles 多過世紀以來它是轉過很多不同的主人 經歷過很多不少的風雨 那現在它已經是一個Cardip很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亦都是文化活動和一些音樂會的場所 這裡旁邊就有一個叫Animal War Cardip Animal War是位於Wales的一個藝術項目 這個動物場是由當地藝術家Richard Hill所創作的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藝術項目 提高我們對自然和野生動密集關注 我們超隨地走 又見到這個牌 其實今天真的超過早關門了 3點9已經關門了 我們現在也是 剛剛4點多鐘 它已經關門了 太陽已經下山了 現在先回去拿車 先看看我們 過去Cardip Faye那邊 我們拿回車之後 就導航去近Cardip Faye的挪威教堂 那裡附近可以放下車 到我們開車過來之後 已經天到黑了 在我們咪表拍了車格旁邊 其實已經看到一間很小的房子 其實就是挪威教堂 這座教堂是建於1868年 是一座典型的歌德式建築畫 它具有傳統的教堂風格 包括尖塔和尖的拱窗 也擁有一個寬敞的內部空間 可以給一些信徒去參與宗教活動 之後我們就可以沿著Cardip Faye 走去Cardip的議會大樓 它就是Wales議會的所在地 也是這個地方的政治和立法中心 這裡是Wales議會的核心 議會成員會在這裡進行辯論 提出法案和進行投票 就像我們平時的立法會一樣 這座建築物也是對公眾開放 我們可以參觀內部的議會大廈 以及一些展覽空間 了解Wales的政治體系和文化遺產 而位於旁邊 亦會見到一個紅磚牆的建築物 就是Pier Head Building 以前它是Cardip的一個港務部 主要是負責Cardip的一些航運和貿易 而現在已經成為了Wales議會的一部分 用來辦公和做政府活動 接著碼頭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櫃 其實這些Pier Head Building 大家也可以在這裡售賣他們的Ticket 在這裡遊覽Cardip的 不過聖誕節他們不會開門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一點 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地方 叫做Rodeau Place 這個地方是Cardip的公共廣場 這個廣場以著名英國作家Rodeau的名字 它也在Cardip出生 這個廣場也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我們可以在這裡休息娛樂 欣賞周圍的風景 也經常會舉行不同的活動 以及一些節日的慶典 我們現在就離開Cardip Day 會回到市中心 看看有沒有餐廳 還有開門可以吃東西 所以現在這個行程 就是我們Cardip這次的旅程 我在片尾也會放回 我們去Winter Wonderland 一些小小的Capture 但這次我這個旅程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如果將來去聖誕節 還是留在自己的地方好過 因為你連沙波蘭餐都沒有的話 你平常出到街上是不能吃東西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一間賣Burger的店 可以吃我們的晚餐 還要是幾低 它兩磅多已經有小整個餐 下一集我們會和大家開車去Bristol 來一個Bristol一日遊 想知道我們在Bristol這一天 我們有些什麼做 那記得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不妨給一個Like Share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在Bristol見啦 拜拜 David's家 David's Sand 這裡 進不去呢 它鎖了門 太感動了 我們終於不用吃麵包 我待會兒 我們下條影片 在Bristol 旅館下 為什麼 我們下條影片 K스타